2015年7月开始的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镇压行动当中 至今仍有一些被捕人士没有结案 有些人虽然已被宣判缓刑 但仍然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 今天就有四位被捕律师的亲属前往北京的检查机关 要求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有关的最新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法律 请你先来介绍一下这四位律师亲属的具体情况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好的 今天啊 李泽平律师的太太王翘岭 王全璋律师的太太李文足 谢燕毅律师的太太袁杉杉 还有谢阳律师的太太陈归修教授 由李泽磊和余文生等三位代理律师陪统呢 到北京的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去讨说法 在押的四名律师呢 都是以颠覆罪或者是删颠罪被捕的 那么代表王全璋的余文生律师呢 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呢 这些律师被抓了一年多了 既没有见律师也没有见家属 也没有相关的消息 而且家属呢 在这期间遭受了各种打压 包括监听电话 被驱逐 迫使搬家 以及孩子上不了学等等 而且这个陈贵秋教授呢 就是谢阳律师的太太 陈贵秋教授呢 出国讲学或者是参加学术活动 也被禁止 那么因此呢 余文生律师就说 他们这些代理律师和被捕的律师的家属呢 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违法的状况了 所以说他们到最高检察院去控告有关部门 但是呢 今天不巧的是这个接待部门没有开门 所以他们计划明天再去保身 好的 请你介绍一下 在709案件当中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哪些人遭到了审判 哪些人没有遭到审判 他们的现状如何 好的 那么今年7月啊 有四名被捕的律师 或者是维权人士 受到了审判 是在天津举行的这个开庭审判 但是呢 他们家属都没能去旁京 那么当时呢 被判刑的有这个周时锋律师和胡诗根长老 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长老 那么这个被判缓刑的呢 就有这个沟洪国 他也是一位维权人士 还有这个宅言民 也是维权人士 那么今天呢 我接通了被判三年 我还行三年的郭宏国的妻子 他告诉我呢 他现在还在被监控当中 他跟郭宏国呢 一起在天津都受到严厉的监控 他说他不方便讲很多 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回家呢 他说大概得过了十一的长假 才能回到北京的家中 那么不久前呢 我跟也是判三年 晚行四年的翟炎民的太太呢 这个通了话 他太太叫刘二敏 那么刘二敏呢 说翟炎民当时也是没有回家 不过今天余温生律师告诉我呢 他说有人最近看到了翟炎民 但是详情不了解 跟7092相关的人权牛律师呢 他一度是李和平律师的助理 赵薇的代理律师 那么他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是在网上造谣 那么被捕 后来呢 据说是这个取保候审 但是呢 当时是这个所说的是取保候审 是在8月份 但是到了9月中旬 他太太在网上 发表这个一段留言 说到现在 这个他还是没有跟人权牛团聚 他说当时说是取保候审的时候呢 警察陪同人权牛回了家 但是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说是去旅游去了 那么大家还知道 就是说这个认罪导歌 举报人权律师的这个 前 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王宇 和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英呢 虽然官方都说他们得到了重新发落 但是外界到现在 也没能跟他们取得联系 好的 好的 谢谢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北京记者叶冰 向我们介绍最新情况 我们将继续关注 前零九案件当中 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律师的现状